纽约会客室由Chase赞助播出 欢迎走进由Chase赞助播出的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正在北美巡演的中国歌手张杰 欢迎你 主持人你好 欢迎欢迎 这一次来北美巡演是一共三站 洛杉矶还有接下来的纽约 包括还有之前的加拿大 在温哥华也唱过 那你觉得在北美的 已经唱了两场了吗 这个演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我觉得这边的观众让我很惊讶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热情 这边也同样的热情 所以我其实很少来 几乎没有来北美这边做任何的宣传什么的 但是好像大家都对我非常的喜爱 很熟悉 现场也有各种的大合唱 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 粉丝的基础是很深厚的 因为毕竟你是中国歌坛的中间力量 而且从这个04年出道至今 已经在这个中国乐坛活跃了十几年的时间 培养起的这一批歌迷 其实我也应该算是歌迷 因为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有在听你唱歌 谢谢 对 所以我想这个粉丝基础是不用考虑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你5月7号 在这个洛杉矶开唱的时候 我们纽约的时报广场也是为此躁动 有两块大屏幕轮番拨动着你的这个演唱会的信息 我看到了 我觉得还蛮酷的 这个导播为我们切了当时的这个照片 对 这个可以说 因为它是我们都说这个时报广场 是世界的中心 你把这样的演唱会 包括这样的海报呈现在 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 对于你来说 北美的巡演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我觉得我自己之前有 有在时代广场来逛过 然后我也看到那个大屏 我有想过如果有一天 我的照片或演唱会的一些资讯 或者是音乐的资讯在这个上面 有在那个大屏上面曝光的话 我觉得是蛮自豪的 然后也没有想过这么快的时间 其实我是13年才来的美国 所以说这几年每年都会来 所以我觉得很有缘分 然后也很幸运 然后可以来这边学习 然后包括也可以来这边 跟各个制作人有一些合作 然后这次的这次的 我想世界巡演来到北美 给我的感觉 好像自己这几年真的是在 不断地是在提升自己 是在音乐上面更多的一些接触 所以我 那之前的比如说这个 在洛杉矶也好 温哥华也好 演唱会上有什么令你很感动的瞬间吗 首先我觉得 当我唱最美的太阳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告诉大家 我说接下来留给你们 我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小小担心 我觉得你们会 会唱吗 一起唱吗 对 结果真的是全场大合唱 而且这边的观众很 这边的观众就是 该大合唱的时候就特别大声大合唱 然后该细细聆听的时候 他们都会听 听完之后会 给我很热烈的掌声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舒服 跟观众的互动 互动 跟你的互动 而且跟他们之间 虽然就像我的那个 爱不解释那个歌词一样 我们 虽然就是没有见过 但是感觉早就熟悉一样 所以 我在现场跟他们的一些聊天 或一些唱歌当中的一些 开玩笑 我看到很多歌迷都是支持 我十年以上的 有些是七年 有些从04年开始 有些从07年开始 所以我觉得 在我不知道的一些角落 一些地方 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会有很多 喜欢我的歌迷 喜欢听我一些励志的歌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十几年来 一直坚持做音乐 是很有收获的 十几年坚持做一件事情 它就很有可能成功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演唱会的照片 来导播我们亲一下 这是在哪一场 这个是在温哥华那场 这位小女孩 这位小嘉宾 是在我那个演唱会上面 和我一起演唱 You Raise Me Up的 一个小嘉宾 叫刘润彤 他也是在 我是歌手 这次我是歌手 总决赛的时候 我邀请去的小嘉宾 他唱歌非常好听 然后现场也给大家 很多的温暖 当天也是母亲节 所以也有特别的意义 对 然后现场有很多的歌迷 距离很近 跟他们接触的 我觉得很开心 几乎就每次都可以 摸到他们的手 然后看到他们眼睛里面的 对我的那种期待 所以很近 而我在舞台上面 也非常的自如 感觉得到你很投入 而且这一次主办方 唐小莲女士 她也来过我的节目 她是非常资深的 这个国际制作人 她在这个场地选择上 其实蛮花心思的 我觉得 比如说洛杉矶的杜比剧院 对 你是首位在这里开唱的歌手 应该是内地首位 内地首位 在那开唱的歌手 我自己觉得 真的很自豪 就是把华语的音乐 带到了美国这边的土地 然后现场包括我的乐手 所有的乐手 也是跟这边的本土的 洛杉矶的乐手去合作的 他们很多跟Shakira 还有Rihanna 很多的优秀的艺人都合作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也很默契 在现场他们也觉得 我们在现场的这种合作 其实我们在去年 已经有过一次在洛杉矶的合作了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这次做这个巡演 我觉得我们之间更默契 而且他们对于中国歌曲的 华语歌曲的演绎 也觉得也蛮好的 因为他们可能平时演奏的 都是这个 激烈的一些歌曲 对 或者是美国风格比较浓重的 那他们在帮你演绎 这个中国的歌曲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比如说 有一定的评价 或者觉得中国歌 可能有一点什么共性之类的 他们是怎么跟你交流的呢 在谈到华语音乐的时候 其实我跟他们合作的歌里面 包括这次 其实我有准备一些 英文歌 英文歌也会有一些 说唱的一些歌曲 但是那个说唱的内容呢 又是用我的四川的本土话来唱的 然后 所以我觉得是做一些 做一些结合 然后合作呢 制作团队又是跟美国的团队合作的 所以他们在 他们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听到了 无论是用中国话讲的rap 还是我们唱 我唱的英文歌 所以大家也觉得 感觉没什么两样 然后现场的气氛也很好 而且我跟乐手之间的互动 他们也是觉得 一直在跟我说 演唱会这么成功 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歌手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有很好的 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让我可以这么自如地 在舞台上面去表现自己 在纽约的这个演唱会 有什么惊喜啊 或者说亮点 是其他演唱会上看不到的 能透露一下吗 刚刚我在就是 在跟你聊天当中 在我们四川刚聊天当中 我知道 这边有很多的朋友 都有看歌手这个节目 我是歌手这个节目 那其实这个节目 我上过两次 我也是在这节目里面留下 应该算是留下作品最多的一位歌手 然后我也会把 这次我会特别把里面的一些 没有在国外唱过的 在歌手里面唱的歌曲 在现场去跟大家去分享 这样的话我觉得 第一个大家更熟悉 第二个 我觉得他现场的效果会非常好 就是让大家看到 在节目里面没有看到的 我在现场看到 所以在这个歌曲的选择方面 你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对 这次会选择一首 难度超级高的一个歌 然后也是在歌手里面表演过的 然后也是在我 在我演艺生涯当中 自己能达到的 最高音域的一个歌 而且是用人声去模仿 电吉他的一段的一个表演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期待 然后 很期待在现场和就是唱出来的时候 很期待现在唱出来 然后还有观众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一定会是一个 强烈的一个震撼 而且我也在想 我表演的那个厅又是一个古典的一个厅 那用一些比较摇滚的一些方式唱出来 我觉得感觉观众会感觉蛮不一样的 因为林肯中心在美国的这个艺术界 它也是有着这个标志性的地位 也至于说在全球吧 所以说 其实这样一个中西结合 然后古今的结合 就像你说的 它可能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尤其是对于像你这样的实力唱将 可能在不同的这个环境底下 你自己也会有不同的情绪 要不然我们说每一场现场表演 它可能都会有惊喜 因为现场是不可以重复的 对不对 此时此刻你的心境 在别的地方你可能就没有 我觉得歌手最重要的就是现场 而且观众也重要的是现场 只要在现场听了这位歌手唱歌 那跟观众的跟现场的 整个的氛围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 我的现场比我的录音好 唱片要好吗 对 哇 好期待啊 一直是觉得是这样的感觉 那很多歌迷也是这样觉得 那可能我这个人比较 羞涩一点 我一定要需要有人在的时候 那个氛围 我知道现在人不够多是吧 还多通过这出去就 好 我们把更多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张姐 其实你和美国的缘分 你刚刚有说从13年开始 那个时候是在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游学 那14年呢 你就获得了这个美国音乐大奖的最佳国际艺人奖 去年不但是在这个洛杉矶开了歌唱 而且还为两部好莱坞影片吧 有演唱过他们的主题曲 那美国对于你来说 或者是对于你的音乐事业来说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觉得美国的音乐 无论是从制作也好 还是从各个方面 我觉得都是非常扎实的 然后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所以我来这边来学习呢 也是希望自己 首先第一个完成自己以前的一个梦想吧 因为我不是从音乐学院毕业出来的 但是呢我热爱音乐 我觉得这种热爱不亚于他们 所以说一路以来 我自己特别想要在 特别想要在音乐院校里面去学习 那我觉得去波克利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在里面学的时候 我感觉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的学生 然后大家的那个氛围 我觉得非常的自由 而且跟老师在一起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特别是在我的Vocal上面 做了很多的一些学习 因为其实时间也蛮短的 两三个月 不能学到太多的那些理论的知识 但是我觉得像Vocal这些 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重要 作为一个歌手 我当时学完了之后 在回去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状态和那种方式 方法都有一个很新的升级 所以说那个时候 大家才看到一个非常全新的章节 出现在大家面前 那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 就是那段时间用了更新的一个演绎 然后把一些歌曲唱到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 最好的一个状态 最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来到美国学习 我觉得我从那个13年开始 就每年过来 学学看看走走 然后 为什么喜欢美国 我挺喜欢的 我觉得这边给我的感觉就是 因为我自己是射手座 我向往自由 所以我很喜欢这种 跟大家很自由地聊天交流 然后音乐无国界的感觉 然后也跟这边很多制作人朋友都有见面 像金牌制作人David Foster 跟他有 当时在我的音乐会上面 还有合作过 Michael Jackson的一首歌曲 当时我也觉得蛮感动的 还有一些小提琴手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Lindsay Sterling 然后在录音棚里面 也跟一些我喜欢的音乐人 有见到过面 像Justin Timberlake 我自己在录音的时候 当天他好像有点感冒 然后我又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自己也很开心 因为其实我从 从我喜欢音乐的时候 然后我就喜欢 当时他还是男孩组合的时候 Lindsay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他们的歌 然后直到他后面 自己一个人发展 所以我觉得 自己很开心能够来到美国 有各种的机会 跟各种不同的 自己喜欢的艺人 还有喜欢的制作人 有各种见面 让我自己觉得 很多可能性 都可以在这里实现 其实从这个 去年4月份开始 你成立了自己的个人厂牌 5月份就开始了 我想的世界巡演 在中国的11个城市 都有演出 然后今年是来到了北美 我知道你之后 还会去澳洲 欧洲以及亚洲的 其他城市 那这一系列的举措 是不是意味着 经过12年的历练 和沉淀之后 你的音乐事业 已经进入了 另一个阶段 应该是 应该是 我相信现在是 另外一个阶段的 一个开始 因为我从去年开始 成立自己的 这个行星文化的厂牌 那我是希望 在这个厂牌下面 做自己更多 想要做的音乐 然后跟各种 最牛的团队去合作 无论是音乐上面 还是视觉上面 还是甚至之后的电影 我觉得都是可能 有很多可能性的 其实我这个人 做事情呢 就是比较简单 但是比较专注 如果做音乐的话 我可能就是真的得花 从一开始 喜欢音乐到现在 心无旁骛地 只做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人觉得 我的生活当中 就是只有音乐 这12年 你都是那么过来的吗 从2004 应该是有13年了 对 每一年 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 每一年就是 制作专辑 然后开演唱会 就是其实上的 一些娱乐节目 不多的 然后 发现了 就是你参加的大部分 其实也和唱歌有关 都和音乐有关系 对 之前在北京台 有做了一些像 最美和声这样的 音乐导师的 这样的一个节目 然后也 包括在湖南台 做了 我是歌手 这样的节目 而且上两次 其实对我来讲 压力很大的 因为都是很难 唱歌的歌手 然后 而且是比赛的状态 你是不是觉得 回到当年了 我觉得 比当年还紧张 因为有压力会不会 当年 当年其实更紧张 真的吗 当年因为睡觉 都睡不够 但是 我是歌手 我觉得是给你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就是无论是从音响 还是从 制作团队 包括 在你的音乐上面的 这个考量 都会激发你很多的潜能 去做你自己 以前觉得自己 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 我这几年的 自我的成长 是蛮快的 而且 很重要的是一个心理的 一个调节能力 因为现场的 观众是非常挑剔的 所以 唱完了 我是歌手 再来 这个演唱会上面表演 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轻松的 但是又是一个 更好的一个 一个地方 就是把 那个上面的状态 带到 演唱会上面来 所以我相信台下的歌手会 台下的观众 台下的观众 会比一般的时候 更加的兴奋一些 那美国在你的 音乐事业版图中 以后会不会 这个比例 或者是它的这个位置 也会加重啊 我觉得 美国一定是一个 必经之路 这次的巡演 北美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所以 我希望自己的音乐版图 更加大一点 我自己 一直也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希望就是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我的音乐 那我一直在 朝这个方向去 努力做 你说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你的音乐 但是我觉得 作为这个 中国乐坛的中间力量 你应该有一个 再大一点的目标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其实很期待 说这个中国的文化也好 音乐也好 艺术也好 它也能够成为 世界艺术文化 主流当中的一条线 就是说 你觉得 现在就中国音乐的现状而言 它近几年内 有没有可能性 像美国 或者说是日韩音乐一样 真正地做到对外输出 不仅仅是我们华人自己 我刚刚其实讲说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我的音乐 那些其实华人是 全世界都在 都有华人 但是呢 我当然我也知道 就是你要 让华语的音乐 让更多的 国外的朋友喜欢 我觉得需要 需要在各种的制作 想法 创意上面 都得要同步 所以说这也是我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一直跟去学习 那我觉得 非常有可能性 让这个 国外的朋友喜欢上 因为现在很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 然后呢 我从我的演唱会上面 也看得出因为有 有一些国外的朋友 他甚至真的是从 洛杉矶开始 一直追到加拿大 然后这次来纽约之后 还要去马来西亚 还会去悉尼 所以我觉得 是什么吸引他们 我自己要很清楚 其实最重要的是 现场的感染能力 和他们听到的 歌手的多元性 多样化 就是应该 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 了解这个华语的 华语的歌手 其实很多 很多让他们觉得 很不可思议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 我们重要的一个特点 是情感 情感很重要 因为现在 很多都在做 电子的音乐 那我觉得中华的精髓 就是他的文字 歌词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内核 然后我觉得旋律 还有包括制作 其实都能做得很棒 在歌词上面 我觉得应该很重要 你在唱什么 你想表达什么 这个利益是最重要的 在你看来 对 其实我给歌迷的感觉 第一个就是励志 激励他们 每个人都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人生 或遇到困难 这是你作为公众人物 你想带给大众的吗 我觉得我应该 我有这个责任 我天生责任感 我天生责任感很重 就总觉得自己 你看无论是 在我的微博上面 我都几乎都是 各种的鼓励大家 我觉得作为一个 年轻人的一个榜样也好 偶像也好 需要给他们带去 很正面的东西 让他们在觉得 没有力量的时候 哪怕听到我的歌 都会觉得全身充满了电 然后去跟我一样 去一步一步的 一个脚印的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有这个责任 让他们和我一起 让他们变得更好 那我也跟他们一起成长 其实从你 可以说从你 出到那个时候开始吧 中国的这个娱乐行业 它是进入了一个 蓬勃的发展期 现在有人说 已经到了一个 鼎盛的时期 因为公众吧 对于这种明星的关注 已经达到了这种 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且就是可能 比很多其他的国际新闻 什么新闻更重要 那你作为这种 被关注的人 你喜欢这样的现象吗 被关注啊 我觉得怎么讲呢 我在舞台上面 挺喜欢被关注的 但是舞台下 我其实没有那么 那么喜欢被关注 但是大家很喜欢 讨论你的私生活呀 感情问题 但是正常啊 就是每个 就是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 其实每个行业 应该可能都会有 你适应吗 我觉得还好吧 就是去说我自己想说的 想我自己想想的 做我自己想做的 这个最重要 因为别人的生活 我无法 或者别人的世界 无法去控制 我只可以让自己的世界 更加的亲近和简单专一 所以我控制不了别人 但我可以控制自己 所以就不管他们 屏蔽是吧 也就是大家可以去 我觉得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歌手 需要把歌手 纽约会客室 由Chase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